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肖战,从猜测到期待的漫漫路。 2024年7月21日,星期日,杨子和肖战的故事在娱乐圈中一直备受关注。 两人的关系似乎总是被外界的猜测和议论所困扰, 尽管他们可能只是朋友,却因为过度的CP炒作而变得尴尬, 甚至在公开场合都不敢打招呼,只能远远地避开对方。 杨子工作室曾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在巴黎的见闻, 提到有人大热天穿羽绒服的趣事。 巧合的是,肖战工作室的动态也出现了羽绒服的元素, 这种默契不禁让人惊叹。 更有粉丝梦到杨子以小妖的形象告知要和肖战在一起, 肖战也出现在梦中,尽管具体的情节在醒来后都已模糊不清。 许多人认为,关于他们的关系,还是等官方的声明更为妥当。 毕竟,粉丝们已经科CP一年多了。 有人觉得杨子和肖战是绝配,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 那将是一段美好的恋情,但也可能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路。 回忆起肖战在台上提到顾位时,杨子那真挚的骄傲和支持, 那一幕让人感动。 关于杨子和肖战的种种猜测和期待,虽然充满了无奈和遗憾, 但也体现了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关注。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简单的绯闻, 更是一段关于梦想、支持和坚持的旅程。 让我们期待,无论未来如何, 他们都能继续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爱戴。 谁还能抗拒杨子的魅力呢? 杨子这个名字无疑是当下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流量女王, 自从在《家有儿女》中出演的《小雪一角》开始, 她便迅速窜红,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喜爱。 近年来,她陆续参演了诸如乐送亲爱的、 热爱的等备受好评的热播剧, 更是成为了观众眼中的万能女主角。 然而,即便杨子如今已经成为当红的一线女演员, 但她的出道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甚至还曾遭遇过有经验前辈的一帆劝阻。 还记得当年,杨子刚刚起步时, 影后宋丹丹就曾一句不要进演艺圈的话直截了当地劝阻她, 可见这位前辈对杨子的前景并没抱多大希望。 不过,杨子凭借着自己对表演事业的狂热热爱, 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踏入了这个大江湖, 开始了自己的艰难争承。 俗话说,只要有信念和决心, 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事实上,杨子在出道之初确实遭遇了不少挫折, 但她凭借着自己扎实的演技功底, 最终还是一路高歌猛进, 成为了广受观众喜爱的当红女星。 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杨子的作品, 就不难发现她在演技方面的出色表现。 无论是在《家有儿女》中的可爱活泼, 还是在乐颂里的阳光灿烂, 亦或是在《亲爱的、热爱的》中的温暖舒心, 杨子始终都能塑造出入目三分的人物形象, 让人过目难忘。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 虽然杨子凭借着出色的演技能力 俘获了众多观众的芳心, 但她本人的长相却并不出挑。 如果说她在如今的娱乐圈出道, 恐怕要想成为偶像剧女主角, 这无疑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毕竟在这个美女如云的行当里, 想要凭借外表独树一帜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不过, 这并不妨碍杨子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可以说, 观众们之所以如此喜欢杨子, 更多是源于她的演技实力, 而非她那张或许略显平平的脸蛋。 近年来, 杨子似乎也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塑造, 经常在各种场合以大女主的模样式人。 不过, 这种刻意营造的大美女人设 反而让小编觉得有些生硬和做作。 不如她好好经营自己的小清新形象,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演技上, 相信定能凭借实力成为行内的一匹黑马。 毕竟杨子之所以受到观众如此青睐, 更多源于她出色的演技, 而非她精心打造的人设。 不过, 饭圈中的一些杨子粉丝 却偏偏更倾向于将她包装成一个人生赢家。 他们甚至给杨子贴上了旺夫的标签, 颇有些让人费解。 毕竟, 杨子在戏里虽然常常有个富二代男友, 但这难道就能说明她是一个旺夫女吗? 显然, 这些过于夸张的人设包装只会适得其反, 不仅影响了杨子本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也让人难以真正了解她本人的真实面貌。 要知道, 杨子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到关注和喜爱, 无疑与她出色的演技实力分不开。 但是, 她似乎也开始渐渐迷失在这些过度包装的人设,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炒作流量上, 反而忽略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这无疑让小编觉得有些遗憾, 毕竟杨子本来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 完全有望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当下娱乐圈的一匹黑马。 所以, 我真诚地希望杨子能够摒弃那些虚荣的包装, 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用实力去打败那些所谓的大美女。 相信只要她能够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自己的事业, 必定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收获更多的掌声和赞誉。 毕竟, 真正的实力派大咖, 才是观众最为向往的偶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